近日,马天宇在《非常近距离》里的字数引起了广大关注 最主要的还是他宣布即将退圈的消息 目睹了这一年渔圈的风波后 我产生了一个疑问,这背后难道真的没有资本操控? 这一年里娱乐圈的各类事件已经震惊了我们的三观 有人离开了,但他还在,有人还在,但他进去了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有些人暂时退场也是可以理解的 马天宇是一个很有担当的人 从最初他进入这个圈子开始就是为了养家 他就像一个工具人,只知道挣钱,从来没有为自己活过 马天宇五岁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 后来母亲负债以后又远走他乡 只剩下他和爷爷奶奶,还有两个姐姐相依为命 在这样的环境中,马天宇不得不选择北挑 16岁,马天宇来到了北京寻求生路 他来到北京的目的就是为了赚钱 没有梦想和未来,就是单纯的为了挣钱 因为除了自己他,还有姐姐和爷爷奶奶要养 在不断的努力中,马天宇终于苦尽甘来 但如今他只剩下了姐姐 姐姐已经嫁人了,他不用再去担心 只是他自己在这个混乱的环境中产生了退役 马天宇直言自己性格内向,是一个很不合群的人 在这个行业里坚持到现在就是为了钱 在钱的面前他没办法做自己,在不适合也要上 一路走到今天 另外,马天宇觉得自己到了瓶颈期 在演技上已经没什么提升了 这也是他近两年不拍戏减少曝光的原因 属实是有些卷了 他想为自己活一次 做一些自己真正想做的事 以前为家庭只能把事业放在第一位 现在至今就剩下了姐姐 姐姐也有了家庭 马天宇就可以为自己做点事了 也有可能是因为这一年娱乐圈的动荡实在太大了 他需要空出一段时间让自己放空一下 可能是资本在背后操控 也可能是他真实的个人想法 对于娱乐圈的一切 我们看到的都不一定是真实的 这里面总有资本在运作 所以很多消息我们都没办法一下子相信 吃瓜者只负责吃瓜 看热闹而已 因为马天宇的母亲是在中秋节那天去世的 所以马天宇再也没过过中秋节 马天宇出到北京在酒吧当服务员 结识了一些离这个圈子比较近的人 他们告诉马天宇应该考北京电影学院 去当演员 没有职业目标和方向的马天宇觉得自己可以试一试 但因为性格的原因 马天宇为了练胆子 在朋友陪伴下报名了加油 好男儿 在这次比赛中 马天宇获得了武汉赛区冠军 全国总决赛第六名全国网络人气冠军 他迈出了第一步 并在这一年12月 考入北京电影学院 一切的发生好像很不可思议 但这是他前进的脚步 是他拼搏的结果 是他对自己的鞭策 也是他今天能够说出这些话的前提 不管马天宇是否选择退出娱乐圈 他曾经都在这个战场上战斗过 他是这个舞台上的胜利者 是对是错 随着时间的推移 真相会慢慢浮出水面的